今天影片開始之前先給大家打一個預防針 本次事件並沒有任何人遭到受傷 那如果你是想要湊熱鬧或者是看好戲的心態 那建議可以先跳過這個影片 今天是2023年8月20號的早上 那今天拍這支影片主要是訴說 昨天2023年8月19號在CW TK-42 我發生了一個事件 我昨天有遇到一組FGO的英雄網安基督 那在這個拍攝過程中我就是一般的邀約 那我有一個片段你們可以透過我的頻道去找到那一個影片 或是點上方的連結 有其中一個片段是我用手機靠近COSER 然後做一個向後推拉的動作 那就是在這個過程我跟COSER也討論好了 我會先靠近他們然後我就會做後退 而當我跟COSER都討論好之後 我們就進入拍攝了 那在拍攝開始之後 我就按照我們討論好的 我先靠近COSER 然後我就會自己向後走 做一個後退的這個動作 那拍攝實際狀況呢 就是在拍攝時 我自己就後退了 那大概後退的時候就發生了這個事件 我撞到了一個人 而那個當下其實我覺得我應該是有滑倒的 只是那個人那個女生他又把我扶著 所以我沒有跌倒 不然我想像一下 如果那個女生沒有把我扶著的話 我應該會直接向後跑 那如果不信的話 說不定 可能會是後腦著地 因為拍攝的時候在運鏡的那個過程 我就是用正常的速度向後 那其實這個動作 我後來回家睡覺的時候我在想 這其實蠻危險的 那當然還有另外危險就是 我撞到那個女生 他也有可能會跌倒 那那個環境呢 那個女生的後面還有一棵樹 那樹還有一些尖銳的一些葉子 所以這個狀況 我曾認為就是說 其實我遇到了 說不定別人也曾經遇到過 只是沒有人說過這件事而已 那今天透過這個影片想告訴大家 其實在活動會場做運鏡呢 可能存在著一定的風險程度 我後來的時候跟拍攝那兩位 call者討論 我在後退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看到後面有人 但他們說 他們也可能在拍攝 或是活動時的那個心情 都是很亢奮的 可能沒有注意到後面有沒有人的那件事 而且說不定場次本來就是很多人 不會去想到說 攝影後面會有一個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 那我後來回去想 那我都知道我要後退了 那我怎麼也沒有向後看 但我也不可能有凝刺的白眼啊 各位知道嗎 我根本就看不到我的後腦勺的正後方 到底有沒有人啊 雖然眼光八方是攝影師的必備技能 但是我自己承認做不到這件事啊 今天我覺得 運氣最好在於就是說 我沒有滑倒 或是那個女生真的有私利把我扶住 也很慶幸那位女生他也沒有跌倒 不然我就要對人家扶住一定的責任了 比如說我害人家跌倒 那這種事情齁 你說要預防 真的就是拍攝時要多注意一下環境啊 我昨天晚上睡覺時 也是在思索就是說 有沒有方式可以避免這種狀況再次發生 不然導致我現在 向後運鏡 說實話 我有點毛毛的 比較特別就是 因為現在也是農曆七月 我們不說這一些 鬼神亂利的事情 但是因為昨天發生了 我在看那棵樹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有點毛毛的 就在那個位置發生這種事 那邊用陰陰的 這讓我 今天如果還要去場次要運鏡 我該錄了4號 你知道嗎 這讓我 今天我還是要去場次拍攝的 我是到底有沒有勇氣運鏡呢 說真的 我沒有一定的程度 可以在這邊回答給各位 如果 我沒有辦法 我不敢向後運鏡的話 那這根本就是一個 死證了 你知道嗎 就如同一個賽車所要去跑道 你不給他油 這是要怎麼跑完全場的道理一樣 所以通過這次的影片 想跟奈惠女生說一聲抱歉 也謝謝你 有私利輔助 沒有讓我們兩個產生跌倒 不然今天CWK42 可能就有救護車到現場 把我們抬走了 所以在這個影片 告訴各位同好 雖然場次是一個很愉悅 快樂 心情亢奮的地方 但是在移動過程中 也是要注意資深安全 避免打擾到其他路人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去活動Day2吧 這裡是頻道 TVWG Peace TVWG